所以特别注意,前面提到的那个装申的部落格 有四个版本,如果假设你想要彻底完全了解 这个Jason格式在VBA里面怎么样做一个解析的方式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我觉得他还蛮认真的 他把各个可能的方式通通罗列出来 最后的话他讲了一个就是版本4 版本4的话他其实他这边有提到 他是用什么execute script 将这个JavaScript的程式写入到Windows可以来执行 所以这边他有相关说明 而且有把程式码直接就放在这边 你只要稍微改动一下,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他有提到有一些什么biting的方式 到底是要,你是先biting呢?还是像create object 就是我要用的时候才biting biting的话实际上就是,就有点像是你在选取那个 我们VBA里面工具里面设定引用项目 那当然这每一个都集中物件,也就是所谓的DL 那你要什么时间,当然你可以预先先载入 像我们打勾就预先载入 然后程式要用的时候才可以用 那如果你不打勾的话,程式就会出错 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叫create object 那你想说那为什么这边一定要先打勾 主要原因是因为JsonConverter他会用到 那他一定要打勾 因为那个程式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以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会有用到这个物件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不想用打勾的方式 而是直接用程式就可以存取的话 那你可能要找到他在哪边用到这个物件 然后把它改成用create object的方式 那就可以不需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刚刚的程式里面 其实也有用到物件 像这个的话create object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叫什么 xmlhttp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那个 其实这里面也有 那只要找一下 他应该叫Microsoft的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那个Microsoft X开头的 应该是X开头的 所以他就有个按照顺序 就这个 那他实际上就是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几个版本 3.0,4.0,6.0 那理论上应该是这一个 那也就是说我假设 如果我不想要create object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在这边打勾 然后宣告这个物件进来使用 也OK 那这个的话当然我 我比较推荐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的好处 不需要每次打勾 不然的话有时候我程式码贴上 我忘了打勾的话 那程式就会一直出现说 他找不到这一个物件 那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方法很多 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网页上 其实这两种方法都有人用 但是我比较推荐是用create object OK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刚刚那个苏玄他也有 把它写好的 那我也利用他的那个程式码 只是说稍微改动一下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的那个 注解啦 变数 我自己习惯的写法 我就把它稍微 稍微调整一下 我发现应该OK 所以你们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底下的话有一个所谓的方法2 然后利用htmlfile这个物件 去解析这个json 那程式码相对比起来的话 好像有比较简短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第几页 在云端上面第48页这边可以找到 那一个sub名称就是用htmlfile的这个物件 解析json 底下的话跟刚刚的程式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一段贴过来 应该是这一段吧 OK 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run一下 结果应该都会是一样的 不过前面应该再加一个清除 清除资料 因为我这边好像没加 OK 把它清掉一下 其实如果比较一下 各位应该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大部分的资料都一样 第二个也是下载资料 那网址一样 所以这三行好像万用的 所以以后甚至你可以把这三行 拿来当成是 有点像是范本 然后 再来可能就是 它少了一个动作 它不需要去切这个recode 但是它怎么取得recode里面的资料 其实主要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JavaScript的物件 它可以直接取得 我先把这个资料run一下 OK 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好 然后这边清掉 一样去网路上抓资料 那一样send之后的话 它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OK 然后 再来底下 这个地方我多了栏位名称 把栏位名称 把栏位名称加上去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create object 这个object的话就是 html 所以其实这个主角 就是它 OK 然后 利用它做什么呢 利用它去帮我解析 所以 这边的话 一样我建一个物件 就是windows物件 然后呢 透过这个exqscript 这exqscript 有点像是跟JavaScript 做一个沟通 那谁就跟他沟通 用windows这个物件 帮我去跟那个就是 这个JavaScript JavaScript 它的语言 记得宣告是var OK 那一个物件名称 就是json 等于什么呢 把我们得到的 这个 这个response 有没有 response test 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它丢回来的那个文字 那其实就是那个很多JavaScript Json的那些文字 那我们就实际上等于把这个呢 直接就丢到这个Json的物件里面 所以其实用JavaScript来解析真的蛮简单的 因为实际上Json 就等同是JavaScript里面的一个物件 OK 那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物件名称叫Json 就是这个名称 那底下的话当然呢 我们要知道说总共它里面到底有多少资料 那我怎么去指向 其实很简单 这个Json 底下的那一层 比如说有个recall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它的属性 所以点recall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recall 就不用再去切那个范围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地方 直接就指向我Json这个物件 底下的这个key叫做recall 然后点lex的话 就是它里面有多少个资料 总共如果有78笔的话 那我就可以for i 等于2 2的话实际上指的是第二列 然后到它总共第几个 OK 这样会不会少一个 这等一下看看 OK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 我如果要跟他取得他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一样 json.recall 中国阿胡 那里面给他的key 就是他第几个 不过因为呢 json的那个编号是从0开始 所以这边一定要记得把i-2 i-2 i-2从0开始 然后分别把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分别把它取回来 那取回来之后做输出 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Ctrl向下 我看一下这资料比数 78 到细值 是不是有少 我再 那如果我run一下这个看看 78 那这个刚到细值 到基隆 所以等于是少一笔啊 OK 所以哦 这个最后的话呢 可能要把总共的 因为从2开始 OK 然后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要把它加1才对 如果没有加1 好像总数会出错 我们run一下看看好了 基本上执行一下 取得资料 再把它执行 OK 基隆就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啊 因为我刚刚 这个数字呢 假如从1开始 那没问题 可是如果从2开始的话 那会少1 记得把这个数字加回来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哦 这另外一种方式 那 比较简单的地方 就是它变成一个物件 直接存取 但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 ExcuteScript上面 这后面记得要写 语法 一定要是JavaScript语法 也就是可以透过VBA 跟JavaScript的沟通 这一点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那下一次我看看 如果是OK的话 我们再来就看XML的部分 OK